进入托产挖掘机的旋转范围内 被夹在机体和构台扶手之间 事故发生状况 托产挖掘机引起的事故事例 使用托产挖掘机进行二次刨根挖掘作业中 在构筑的土方上移动并旋转时 在重型设备旁边进行指挥作业的受害人 被夹在重型设备的配重块与构台扶手之间 重型设备的后视镜一直处于折叠状态 使用托产挖掘机进行二次刨根挖掘作业中 在构筑的土方上移动并旋转时 在重型设备旁边进行指挥作业的受害人 被夹在重型设备的配重块与构台扶手之间 而且 重型设备的后视镜一直处于折叠状态 事故发生原因 事故发生原因 托产挖掘机周围没有设置禁止入内的围栏 没有配置专任的指挥员 重型设备的后视镜一直折叠着 看不清周围的情况 事故防止的对策 严格落实禁止入内措施 配置专任的指挥员引导重型设备周围的作业人员 利用重型设备的后视镜等 仔细确认周围尤其是后方的状况 在作业开始前制定重型设备的作业计划及步骤书 并周知全体作业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